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甲乙兩人,進行撲克牌對戰,不得合舉 約定先勝三局得5400人 設甲單局獲勝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且每局比賽的結果互不影響 以之前兩局皆由乙獲勝 也就乙的話,獲得兩場的勝利 之後即因故不再比賽 至於獎金的分配,則依若繼續比賽 兩人贏得比賽是機率來分配 求乙因分得多少獎金 那經過已經勝兩場了 如果再繼續比賽的話,有可能假勝了 那有可能以勝,那這樣就終止了 或者獎勝,那繼續比賽 如果獎在勝的話 那如果這裡是以勝的話,那就終止了 因為要三場了 那這裡還可以繼續比賽 如果是獎勝的話就終止 如果是以勝的話也是終止了 好,那所以最後勝利的是這三個 以勝的是這三個 好,那我們先來算那個 來算那個假勝的機率會比較快 我就連勝三場 就是說那個假勝的機率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三分之一的多少呢? 三次方 這個是等於二十七分之一 那這樣以勝的機率 不是假勝就是以勝 所以這是一減掉二十七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七分之六 二十七分之二十六 最後以勝的機率是二十七分之二十六 所以這樣多少呢? 所以這樣多少呢? 這是五二零零啊 所以以獲獎的期望值是五二零零